看掉是不是是你的就跑不掉了 苗栗有这个位先生呢 她敢在威力采 晚上八点钟封牌的时候 赶快跑去买彩卷 结果好好的排队 结果有一个太太跑来插队了 那时候她被人家插队 心里当然很不爽啊 结果回家队长以后就发现说 她中了三奖 得到了十五万块钱 如果说十五万块钱的话 她只差一号就中了当期头奖 四亿八千万元了 但是如果不是她的 也就不是她啦 如果不是前面的那位太太 插队的话 也不晓得这十五万是谁的 苗栗是一名男子 日前赶在晚间八点 封牌之前去买威力采券 却找到一名富人插队 男子心生不满 但也没有计较 没有想到开奖后插 一号中头奖 虽然隐恨却也抱回了 十五万元的三奖奖金 采券的号码是三十四号 但是头奖是三十五号 就插了一个号码 就那个奖金啊 跟那个奖项就差的蛮多 六号十四号十六号十七号 二十六号三十五号 特别号七号 看着这张电脑选号的 彩券上头的号码 就插最后一个号码 就能够获得当期 四亿八千万元的头奖 彩券行业者说 当天这名男子 因为敢在八点 封牌前买威力采券 没有想到招人插队 否则中三奖的人 应该是那名插队的富人 他心里还在那边说 怎么那么没有守秩序 想说算了 既然你要插队 你就先买 但是很幸运的一点 就是说 还好那个女生插队 结果这张 这个大奖 给他买走了 业者表示 六月一号开奖的威力采 头奖跟二奖 都共固没有人中奖 买了一注一百元的彩券 虽然没有中头彩 变成一万富翁 却也获得十五万元的奖金 隐印的彩券上头 写着隐恨的字样 但一夜致富的魔力 仍旧吸引着想中奖的彩谜 中天新闻江剑中 苗栗采访报道